我们现在就是要执行这件事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样做法会比较好 就是说我是先有一个例如说人民 或者是档案的名称 接下来再有什么 接下来再有所谓的一个图片的名称 就是缩图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首先我们要有做法嘛 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把这个资料夹 刚刚是不是在低止跌机 我是习惯放在低止跌机 然后以下VBA范例 底下今天的日期 底下有一个叫做图片清测 底下是不是有一个TTT TTT底下就是我的这些图片档案 所以这个图片档案假设有10个 也许你会想说 我就一个一个打字打出来嘛 可是请问一下 你万一这个档案明明是什么PNG 不是JPG 你到时候有没有可能会打错字 不要花时间在打字上面 如果说你以后你的工作是要打字 那请你拨电话到我们国立阳明大学找我 了解吗 因为你的工作不应该一直停留在 就是在那边打字 一定有方法可以帮你解决 万一这里面有比如说你的理 你负责这个理 这个理的理名假设有3000人 天哪你要打到什么时候 不要用打字的方式 要直接抓进来 所以怎么样去抓进来 在接下来抓进来之后呢 抓进来之后我是不是要去做复制它 然后选择信贴上 贴完之后呢 贴完之后我要做什么事情 贴完之后 我是不是很单纯的要去做超连结 我要去插入图片吗 所以假设我们今天就很单纯的去 在这个地方 而且我开发人员 等一下录制聚集是要用相对位置来录制 好 我先把这三个先删掉 假设我要在这边插入图片 所以我是不是点选 插入 插入底下是不是有一个功能叫图片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找那个路径 第一次列击 就是你要做什么动作 你只是告诉它那个完整路径 第一碟底下的以色调底下的以色调底下的第一张 然后点选插入 我们这样是不是插入了一张图片 插入了图片之后 你会不会去改变图片的大小 会啊 它这边预设是不是就在图片工具这边 你就直接把这个公分 假设我改成两公分 二公分 你看这样是不是图片就变小了 而且它这边预设是同比例 好 这样我们是不是第一个图片做好了 记得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一定 因为我是用相对位置录制嘛 你是不是要往下移动一格 那往下移动一格 刚刚游标是在C1 现在我就下面这个点一下 因为你刚刚是游标落在这个地方嘛 落在图片上 你往下点那个方向键 它会怎么样 无动于衷 它只会把图片往下移动一点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要去写注解 对不对 然后再把里面变数改掉 可以吗 我刚做只有两个很重要的动作 插入图片跟改图片大小 这是你反而就会的